下面继续下一局 这次还是主任对战装甲车 我们来看这个装甲车开场就选出了暴走利安娜 他这个是一个什么套路 然后中落梯破防 破防就追上必杀 暴走利安娜 没有强反就是很废 哎落地中落梯两次一个飞席直接结束 下面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我们来看装甲车的这个切甲设出场 哎小的中斗也没有连上 切甲车现在开场就给他一个蒸汽拳 炮拳接一下 到板边清脚点上一拳打道之举跳 来看这个东张这次还有那么疯狂吗 开场就选一个暴走利安娜 我不知道装甲车这是什么套路呢 哎跳次还是被打 然后撤一下 下不两点哎两点之后中落梯破防 破防 以后必杀 然后再用一个大招进一扶空 啊中落梯中落梯一会二十一连对手还剩一点点血 东张这一次爆发力真的是很强 真的很强 然后跳一下把金脚 东张快速闪过 哎现在切甲车又闪一次 想跳抓一个比赛好像没有抓住 啊一把夹住 东张又来一个死亡的远方还剩一滴血 逆向 逆向已被抓到 啊一个炮拳 两次征绩拳结束战斗 下面来看下一局啊 第三局来看主任的克里斯出场 哎 起甲车下盘一点轻手接上 然后蒸汽拳接起一个比杀技 搞到板边 进行一套服控 哎 落地轻腿再追加一下 啊切换模式真的骚啊 一个暗黑地狱跌落摔了过去 下面来看暗黑地狱跌落之后还可以再接一个跑拳 这是打算 这是打算那个来一套死的节奏了 一套死的节奏 啊真的一套死了 如果不死的话还可以抓 好像 下面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的话 来看这个八神出场 一拳没有打到 八神中抓一脑没有连上 八神再给他来一个地波 哎 轻腿 这已经是主任最后一个角色了 主任的比分也在慢慢反超 现在已经有了连胜了主任 但是很是不幸 七夹车又压倒 这次给搞了一个反身位 感觉八神已经没有戏了 这次真的是很累啊 打的